今天就想跟大家說說Noodless的鋼筆 因為Noodless的鋼筆 它的鋼筆尖比較有彈性 所以也受到不少人的喜愛 但是Noodless的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多人都很想買 不過也被它的臭味阻嚇了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清除它的臭味 在開始之前我就想介紹一下它三款鋼筆 第一款就是這一款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這一款叫Nip Creeper 一般在有得賣的美國網站來說 在香港也是14美元 運來香港的運費還沒算 這支比較入門 不過它也是Piston Fill 也是活塞上墨 所以對新手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不過它的筆身比較幼 筆身比較幼 它的上墨量比其他兩支 好 然後第二支 第二支 它就叫Conrad 不過我手上這支不是鋼筆 是Brush Pen 是毛筆款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第一它比較粗一點 第二它 它的活塞 就收到一支筆身裡面 這樣有個尾蓋 要扭開尾蓋才可以 扭個活塞 這樣 這一支就貴一點 就要20元美金 這一支就要20元美金 好 然後第三支呢 這一支呢 也是Noodless的旗艦款 它叫AHAB 它呢 也是20元美金 不過它呢 有個地方也蠻特別的 它呢 就是行Converter 行上墨器 它是Push Type 好像Parkar那一支呢 就這樣 就這樣 刺進墨水那裡 直接抽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次 感覺不滿的話 就抽幾次 很簡單 這樣 還有呢 萬一 你不見了 那個 哎呀 萬一不幸運 你不見了那個 相墨器 這樣也沒什麼問題 你呢 可以拔掉這條管 然後呢 因為呢 它呢 它的筆身 它的Grip位這裡 是有一個O-Ring的 這樣呢 它呢 防漏的 防漏就很足夠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直接添墨水 到那個筆桿那裡 然後呢 這樣 扭緊它 這樣呢 就變成一支 Eyedropper的鋼筆了 這樣 這樣 這樣就不需要 上墨器也沒問題 好 先安裝它 好 那今天呢 就 教大家怎樣 拆這三支筆了 好 先來第一支 是Nip Clipper 是最便宜的 那很簡單 第一件事 當然是先扭開蓋 這樣呢 它那個筆尖和筆射很簡單 用兩隻手指捉住它 一拔就對了 那它就出來了 然後呢 到後面的活塞了 這樣呢 就扭到它最盡 扭到它去 握位的位 就是了 盡了是不是 還沒有 你要繼續扭的 繼續扭 繼續扭 扭到它拍一聲 的時候呢 你看到後面這個 喔 那個 船扭是扭出來的 就對了 我會呢 扭一下 然後 整個いただ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喜歡這麼暴力的話 你不喜歡這麼暴力的話 你可以首先扭這個尾鈕出來 然後用棉花棒刷這個活塞也行 我方便把東西拔出來 用紙巾抹一抹 至於如何脫臭 其實一般這些活塞筆 因為它製造這些鋼筆的味道 如果你要清除這些機油的話 你需要用到你全屋最去油的東西 我就用洗潔精 就像這樣 用棉花棒沾洗潔精水 通通它抹一抹 如果可以的話 就用舊牙刷 沾洗潔精 抹一抹表面 尤其是有牙 這道牙 後面美濟這道牙 蓋那道牙 筆尖和不洩就不再說 接著活塞這道牙 這道牙 這個 這個 這個封口 還有美濟那道牙 你也要找些洗潔精 找牙刷點的洗潔精 接著就擦一擦它的表面 擦完之後 其實你不擦一支不迷 鼻子那道牙刷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沒有 沒有一開始買回來的時候 這麼醜的 這樣 好了 那怎麼裝回呢 很簡單 拿個 條活塞 扭回到尾鍵裡 然後整條尾鍵 塞回到尾鍵裡 扭回到尾鍵裡 好了 接著呢 那 那個尾鍵 好了 砌回到尾鍵裡 那 很重要 這裡也挺重要的 就是 那 那個尾鍵呢 中間 那個尾鍵那個位 要對回到尾鍵的中間 要對回到尾鍵的中間 這樣 這樣 出墨才是順利的 那 就這樣 按下去 就是了 好 我看看 好 這樣 接著就扭回到尾鍵裡 完 好 第二支 第二支 是Conrad 就是了 扭開蓋 然後呢 扭開尾鍵 有兩個蓋 這支筆 然後呢 這支筆 對了 它呢 扭開活塞 都是一樣的 扭到最準 然後 然後 可以繼續扭 你會發現 這個位 整個Piston Unit 整個活塞 是會離開了一支筆的 那你就抓住整個 整個活塞 整個這樣扭 你扭到 忽然間 你見到它 那個活塞 整支 是離開了一支筆 新的時候 你就可以整支活塞拔出來 來到這一部分 其實還有得拆的 那 就 把活塞扭出來 扭到它 盡量的時候 它就可以很輕鬆地拆出來 這樣 這樣 嗯 好 先說一下筆線 這一支是毛筆款 毛筆款比較特別 毛筆款是扭的 完 這樣 那這支跟Nip Creeper 都一樣 這樣 其實都是 最重要的是 找些 洗潔精 擦一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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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活塞 還有所有的牙都要擦 還有呢 這個表面都要擦 嗯 還有裡面的 那個 水褲都是要擦的 這樣 但是這個 因為我 毛筆款 我還沒開過 那我就沒有擦到它 這樣 其實我 就這樣 在這個距離 都不臭的 除非你擦 放在鼻子上聞 這樣 都仍然是會有一點點臭味 還有 洗潔精味 是會跟浸味混合了 好老實說 但是 離遠的時候 沒有那麼攻鼻的 好 那就怎樣裝起來呢 很簡單 那 嗯 首先 把 那條活塞 放在尾 這裡 還有呢 你會看到 這裡 那條活塞 有個凸出來的位置 就要對著 這樣 然後扭進去 就是了 但是這個位置 你就這樣扭 會很難扭的 你 就要用手指 按一按住 活塞的尾 這個位置 活塞的頭這個位置 按一按 那它就 容易扭很多了 這樣 那現在扭回 再加上整個活塞 整個活塞 另 efficitis 整個ĩ供 再加上整個水 也好 可以 接著This 這個 毛筆和筆س呢 我猜 會沒那麼容易摸摸的 就這樣子 接著尾蓋扭起來 筆蓋扭起來 完 到最後這枝AHAB AHAB也是差不多的 首先扭開蓋 扭開筆桿 接著這個相墨器是扭出來的 我覺得AHAB和Conrad也是 要說說筆尖 筆尖也是扭出來的 它有點濕 我先擦一擦它 忘記砌下去 AHAB比較特別 它有個Breather Tube 它有個管子 接著筆尾的位置有個洞 按下去就可以了 按下去 按下去 對了,還有上墨器 上墨器 首先要扭開這個 這個位置 接著就可以整支 按下去 刷出來就是 這樣就拆完了 跟之前的兩支也是 最重要都是找一些 刷牙刷 沾些洗潔精 不停擦這個 這個活塞頭 這裡是啞 然後這個 上墨器 然後 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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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有點像Nip Creeper 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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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擺好形狀 然後 留意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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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位置 是較平的 下面是較遠的 那 比較平的那邊 是筆尖的位置 這樣 這樣刺下去 這樣就對了 還有要留意一點就是 筆蝕的刀刀要對著筆尖的刀刀 這樣出墨才會順暢 之後再到上墨器 然後呢 好像是正確的 這樣 這樣組成 刀刀刀出來 然後呢 扭回這個按鈕上去 然後呢 就組成到筆的位置 有時候呢 會頂住的 因為那條管呢 刀刀不適合那個 這個 洞呢 就會頂住 給點耐性 刀刀刀刀 這樣就可以了 扭回 然後呢 扭回筆桿 然後扭回筆桿 好 然後扭回筆桿 完成 好 希望大家喜歡 OK